最好是坐挺一点好 因为弯腰驼背 小心会变成现代版的流罗锅 有一名32岁的海军军官 他就是因为长期在电脑桌前驼背工作 姿势不良 再加上他有僵直性脊椎炎 导致脊椎是严重变形 还好现在经过了手术 他这个严重弯曲的脊椎已经回复了 终于能够再度的抬头挺胸 能够像这样子抬头挺胸走路 对于32岁的曾先生来说 比什么都开心 因为之前他曾经脊椎严重弯曲 没有办法直立 透过手术才终于恢复原状 就是会因为胸腔被压迫 就是有压迫感 那时候连走路都会传 对对对 所以改善的方面是差很多 曾先生是一个海军的军官 因为他的工作必须要处理大量的文书 一天要坐在电脑前面十几个小时 常常坐着驼背的姿势 加上他原本有僵质性脊椎炎 让他脊椎弯曲到变成 侧面看起来一个大弧形 必须透过手术治疗 但过程要小心伤到神经 一股校正的时候 就有可能会压到神经 就会 严重的话 当然就会瘫痪 医生提醒要注意坐的姿势 不要驼背 尽量也不要趴在桌上面睡觉 特别是有僵质性脊椎炎的人 一定要特别留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